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学员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成佛之道 我们讲到第三章 别说武趣里面的恶鬼道 恶鬼长饥渴不尽以为食 所谓的恶鬼就是他一直都无法吃饱 但是恶鬼也有三大类 有无财鬼 有少财鬼 还有多财鬼 所以光是有财 这些都还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饥饿 并且在无财鬼里头有锯口 也就是咽口里面所说的 那个口会怎样 涂火焰 饮食进去就化为火焰 所以他吃不到 一直都是饿的 蒸口 它的咽喉细如蒸 所以饮食也无法下咽 还有臭口 满口都是腐烂发臭的 不能饮食 这是无财鬼 少财鬼是还多少可以饮 用一点食物 但是那么它长相都是什么 蒸毛 臭毛 还有满身的那个窗 那多财鬼呢 稍微有一点福报的 所以我们说各个各道里头都有福报者 像多财鬼是恶鬼道里面的什么 有福报的 享受比较丰富的 但是他也是专门去捡人家什么 丢弃的 尤其祭祀 我们去拜拜的时候 是不是有时候就没带回家那些东西 那个多财的恶鬼去捡来吃 还有施者 遗失的东西 也是由他们来捡去的 还有大事 大事 那么就像叶叉罗叉之类的 那总说呢 恶鬼道胎的一个特质 就是他一直都吃不饱 纵然有财也是 这是他们的叶宝神 好 那所以以上三恶道 西游三不善 恶行之所感 主要还是我们欲界里面的什么 贪欲称慧跟什么 邪见 愚痴啊 是不善法的根源 并且呢 像我们说五界里面的 他们往往也都因为犯了五界 杀生偷盗邪淫 乃至于妄语 这类的 那么就容易赶生三恶道 比较严重的就是 地狱道 中品呢 旁生道 下品呢 就在恶鬼道 总之 如果不起深重烦恶 不做重大恶业的话 是不会剁这三恶道的 那这三恶道也都是 自己所做的 那在什么时候做的呢 其实都是在 人道之所为啊 所以人道来讲的话呢 人中苦乐杂 深沉之枢纽 人本物鬼本 习俗谬相言啊 能够上天堂下地狱 都是在有生之年 做人的时候所造的 因为其他的道的众生 会不会造作业力啊 不会 在天道的他福报很大 他享受他的福报 在三恶道呢 他所受的苦很多 那也是在受业报 所以呢 他们没有 比较没有能力去造作业力 都只是常受果报 常受果报 唯有人道本身也是业报的 也是业报生啊 但是我们人道有什么 造作业力的能力 所以 人道虽然 苦乐相杂 却是 对于修学佛法者 是良好的环境 良好的环境 也因为 生死苦破 我们是不是才要懂得修行啊 那如果在天道 因为一味的享受 反而智慧上是会减损的 所以我们说 智慧往往也在困境当中 也在困境 不过三恶道 虽然他们的痛苦很多 却是没有 没有 没有智慧可言 我们人道呢 虽然有困境 也有苦 但是 这也正好 能够磨练 我们的智慧的地方 所以呢 在人间 做了一个比喻 就讲 如同 以刀在磨时 越磨越利 对不对 我们在磨刀 是不是要用石头来磨啊 生到天上呢 以刀在切土一样 越切越顿 他没有利的机会啊 所以 以人间佛教的观念呢 就 不鼓励我们 到天上去 那就要透过什么 发愿 发愿 那 到天道 当然有很大的福报 那如果我们 发愿在人间呢 那福报会不会消失啊 不会 福报会跟着我们的 七八两世来嘛 所以在人道也一样 可以宏福起天 还是一样 可以有福报的啦 不会消失 但是 更可贵的是 因为我们人 有机会修智慧 懂得善用福报 而不是被福报 用去了 在天道 是不是很容易 被福报所 所困惑 而没有办法 再去造作 这个善业 尤其在天道的众生 纵然我们想要去 帮助 那个贫困的众生 都找不到 找不到对象啊 在人道 是不是有很多 我们可以去帮助的对象啊 所以在人道呢 可以有收入 功德有收入 虽然也有支出 但是呢 因为这个收入的机会很大 在天道的众生呢 就如同那个存折里头 存了很多很多的钱 但是呢 都只有花用的机会 收入的机会很少 比较没有收入的机会 终究会坐吃山空啊 纵然是金山银山 是不是也会吃完啊 因为他没有什么收入 因为找不到对象 去行菩萨道 但是我们在人道 是不是特别有对象啊 不只人 人也有很多贫困的 贫苦的众生 之外还有很多的动物 是不是 畜生 也有什么爱护动物协会之类的 是不是也可以去协助 那个畜生啊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什么 修福报 行菩萨道的机会啊 所以 人中苦乐杂 生成之枢纽 要上升或者下降的 关键在于 人 做人 做人的时候的造作的业力 那 在过去 佛教 衰败 尤其在我们北传中国来说的话 佛教一旦衰败的时候呢 我们往往都会认为 尤其我们中国人都会认为 人死为鬼 会觉得我们对 对人死亡后会害怕 会害怕 当然因为他没有生命的迹象嘛 那之外呢 我们都会以为 人死后就变成鬼 那其实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因为人死后还不一定是 鬼道的众生 也有可能上天堂去啊 也有可能下地 也有可能去当畜生 也有可能再回来人间嘛 再来做人啊 所以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都是随着业力来流转的 并不是 人死为鬼 所以呢 这个是一种什么 错误的 但是不断地研习 所以到了人死后呢 往往都在那边烧金纸啊 银纸给他 那就等于是把他当作 鬼道众生来看待嘛 那其实如果对我们的父母啦 师长这样子做 是不是也是不尊敬的啊 所以不能用这个方式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怎样 为他念佛啊 诵经啊 造善的功德给他 尤其在四十九天当中 其实业力 善的因缘业力 是一个很重要的助缘 我们也只能当助缘 主要还是他自己 那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起码还有一些 善的因缘功德力 能够帮助他 往生善处 能够到 投生在善道 起码保持人生 还有机会再继续修行 好 那这是人去 接下来是天去 天去 以天去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也都看过有什么 玉界天 色界天跟什么 无色界天 那这个 色界天 玉界天 玉界天来说的话呢 那么我们说有地居天跟什么 空居天 这个地居天呢 往往就是所谓的虚弥山 大地当中的虚弥山 也类似像喜马拉雅山 它是有高山的 所以呢 这个地居嘛 等于是依着高山而住 所以下面有两个 两层的什么 地居天 再上去是不是就有 叶摩天 兜率天 化乐天 他化自在天 再上去呢 就是色界天 色界天呢 都还是有心事的 虽然他的色根 渐渐的不用了 因为透过了修定 眼耳生三 二地居啊 在第二地也就是出禅 那个耳势跟鼻势 是不用了 不用了 我们的耳势跟鼻势 不不耳势 蛇势跟鼻势啊 这两势是比较弱的 当我们生病啊 尤其这个病重的时候 我们的耳 鼻势跟耳势很容易坏 这个病重的时候 给他什么东西 是不是都觉得不好吃啊 为什么 因为没有蛇势 分辨不出酸甜苦辣 都是用第六意思想 常常问说 你到底想吃什么 想了半天 买来还是不要 还是不好吃 为什么 因为蛇势没用 所以 常常看到人往生的时候 那个蛇势 舌头是卷起来的 很多人就卷起来 没有用 那鼻视也是啊 活着好好的时候 鼻视消失了 还是不影响 鼻动也很严重的 是不是也是 有时候没有嗅觉啊 也可以活得好好的 所以鼻视蛇视呢 其实是很脆弱的 那在初禅也就是二地啊 这两事也是没用 所以真的入初禅的人 他如果说我已经入了初禅 还闻到了檀香的香味 那这样有没有入初禅啊 没有 真的入初禅没有嗅觉 是没有嗅觉的 所以色戒天 他要修禅定才到得了 所以到了三地的时候 也就是二禅 以上呢 眼耳鼻舌 身 嗜都没用 就没用了 二禅三禅四禅呢 因为它久了没用之后呢 为什么无色戒叫做无色 就那个色根好像没用 那但是到底有色还无色 步派有不同的看法 步派都还有不同的看法 是主要就因为 那个属于色 属于眼耳鼻舌身事 它比较没用了 在禅定当中 在禅定里头 所以这里也讲到说 初禅有什么 凡仲天 凡辅天跟大凡天 二禅有少光天 无量光天跟光阴天 三禅 少静天 无量静 还有片静天 到四禅的时候就有九天了 有九成的天 所以以色戒天来讲的话 总共有十八成天 三天 三天 三天到九天 下面有六天 再上去无色戒是不是有四天 所以总共有什么 三戒诸天共有二十八 有没有看到 这一段的最后 无色戒来说的话呢 它是连物质的色 这种色身与住处 好像都不存在 仅剩下什么 心事的存在 所以它是世无边处 空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都比较属于心事上的作用而已 所以天去呢 在五去当中是最享福的 所以它也有四件事情很殊胜 第一个是它的身很殊胜 身高 那个身形很大 而且很庄严 长相庄严 所以听说南陀 佛陀的堂弟啊 南陀 娶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妻子 那佛陀呢 为了度化他曾经 南陀好不容易看到佛陀 就跟着佛陀追追追追回 佛陀住的地方 结果佛陀呢 就进去了 没出来 他在外面等啊 等等半天 结果睡着了 睡着当中就好像 似乎是梦又不是梦 他就是 这个 好像到了天界一样 哇 看到天女太漂亮了 他说再回头一想 虽然他的太太很漂亮 他说比起来简直像猕猴 所以我们所谓的漂亮 是不是比较出来的 在人间很漂亮的美女 跟仙女比起来 像弥猴一般罢了 可见那个 那个天人有多美 多庄严啊 在印度他们画画 要画那个 他们的那个 千金小姐有多美丽 她没有画小姐的像 而画了一个卑女像 把卑女画得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 他们家的那个 女主人有多漂亮 更有想象的空间 所以所谓的漂亮 不是绝对的 是不是比较出来的 所以天人 天人有深的什么 殊胜 长得庄严 美丽 而且他寿命殊胜 因为他非常的长 到玉界天 最下的四大天 王天都还寿长五百岁 和人间是九百万岁 他们的一天 是我们的多少时间 我都忘掉了 总说你看 最低的都九百万岁了 不要再说上面的 那个等比极数 这样子上去的 所以他们的那个寿命很长 寿命非常的长 就不会有生死的苦魄 一旦没有生死的苦魄 还想要修行吗 享受 享福都来不及 又没有生死苦魄 那简直 要修行就太难了 除非非常有善根 除非真的是数据善根 他那善根还会起作用 说他要学佛 像第四天都还愿意学佛 但是时间也很短 因为他大部分的时间 是不是都享乐去了 所以 佛陀就不赞成 不鼓励我们去天界 就是这个意思 容易沉醉在当中 享受福报 所以他那个乐圣 他也是非常的安乐的 幽悲苦恼很少 那这是乐圣 还有的定圣 欲界天 来说的话 比人间还要定一点 他说还是有些微的定力 但是到欲界天的那个 那个特质 条件并不是修定去的 但是到色界天 无色界天 是不是必然一定要修定 才去得了 所以他的那种定 也是非常的殊胜 他这四种殊胜呢 是人间所不及 但是人间是不是也有三种殊胜啊 记忆的殊胜 经验的累积 记忆的殊胜 还有泛恨的殊胜 还有勤勇的殊胜 就因为人间的种种条件 不及天上 所以反而让我们 在人间的有情众生 有修行的机会 各有各的殊胜之处 但是如果论到修行 是不是还是人间殊胜啊 还是人间殊胜啊 好 那这是别说无趣 别说无趣 好 那接下来 我们的第三页的科判表 对不对 警测修善啊 来警测修善 说苦乐由业 苦乐由业 所以呢要勤修善行 好 诸苦由恶业 乐由善业集 苦乐随业尽 修善移机集啊 好 这种种种的苦 以人来讲的话 我们都是怎样 厌苦求乐的啦 对苦我们是不是都很想 都避之唯恐不及啊 都希望能够追求快乐 厌离痛苦 追求快乐 但是 其实我们说我们所受的是苦还是乐 跟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力 是不是有关系啊 为什么会苦呢 都因为往昔的恶业所来啊 我们如果想要能够有乐 的话呢 就必须是什么 造善业而来 所以 要往前去推 那么修善止恶 是不是就很重要了 所以要努力 修善而止恶 才能够厌苦而求乐 所以要努力行善的人间 那么才是得到佛法的什么 正见 所以修善移机集啊 在有生之年 扣掉 睡眠休息 扣掉 年幼无知 扣掉年老无力 扣来扣去 剩下多少时间能行善啊 是不是也很短暂啊 其实是很短暂的 所以要把握 要把握当下 如何把握呢 就是 努力耕耘什么 善因善缘 对不对 善因善缘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我们说对善恶的分辨 是不是也很重要啊 善恶有一定的一个标准 但是也不是截然能够切开来的 也要看当时候的状况 因缘啊 但是有原则性啊 有原则的 所以我们说要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嘛 耕耘在哪里啊 善因善缘上头 福报啦 乐业呢 这些是不是自然形成的 不是去追来的 也不是去争来的 好 所以呢 接下来 就要勤修善行 说若时能行善 而为做善业 一旦苦果林 二时复合为啊 如果我们明明 拥有人身 也有体力 也有精神状况也还不差 也有这样子的思想观念的话 却是没有去行善 那是不是非常可惜啊 就如同入宝山空手而回啊 没有去挖到宝矿啊 垂手探空归 那我们善业造得少 表示恶业的比例会增高 所以呢 恶业多的话 是不是就苦果会临啊 自然会怎样成熟 苦果的这种恶业的 成熟的机会就大很多 所以二时复合为啊 一旦碰到了 那简直就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行善要怎样 要及时啊 趁早行善 而且就把握当下 多多行善 多下 多耕耘什么 善因善缘 善因 在念头上 是清楚明白的 而且要广结善缘 广结善缘 好 那接下来 这个是属于 归信正修 那么人天行果 要先确立目标 在因为五圣共法 属于人天圣法嘛 那要先确立目标 确立目标呢 就是求人而得人 修天不升天 好 求人而得人 因为人 但是修天不升天 因为修善业 善业修多了 有可能往天道去 是不是就有可能往天道 而且我们持戒嘛 持戒 所谓的持戒 就是止恶修善 那善业多了 是不是就有可能往天道去啊 那么 如果以我们人间佛教的观念呢 就算能够升天 我们也不愿意去升天 那这个就要愿力要大过于什么 业力 愿力要大 愿力要大 那这种愿力 这个愿力的话呢 就要靠平常 尤其透过听经文法 深信不疑 有没有 深信不疑是不是就很重要啊 也要有信愿的能力 要有信愿的能力 知道以人生来行菩萨道 是最适合 在 就是说在成佛的道路上呢 行菩萨道其实是最好的 最好的方法 那么在人间行菩萨道 在人间行菩萨道 所以呢求人而得人 修天不升天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 目标在人天圣上 并不鼓励往天道去 不鼓励 那么就算有福报 还是可以留在人间来用 对不对 宏福齐天 但是修智慧很重要啊 对不对 修智慧才能够善用福报 平常说 光是修福不修慧 会如同什么 大象皮阴落 但是修慧不修福呢 也不对 也不够圆满 会如同罗汉托空波 罗汉很有智慧 但是没有广结善缘 是不是也脱不到波 所以必须要怎样 福慧双修 就如同我们既然是凡夫 也可以成为凡夫菩萨 卑至双运 所以呢在这个人天圣上呢 总标就是要 勤修三福行 愿生佛陀前 勤修三福行 这三福行 其实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对不对 第一个是不是要持戒 持戒在善业当中 我们才有能力去做布施 因为修了善业 也才有福报 那么乃至去做布施 那布施呢 可以对峙我们的什么 这种贫苦 所以对众生来说的话 当然布施 财务上的布施呢 是救急而没办法救贫 要救贫 其实要透过布施的方式 反而要劝贫苦的人布施 那有的人说 他都没有钱啊 又叫他布施 布施不是只有财务上的布施 体力上的布施 时间上的布施 乃至于法上的布施 是不是都很可贵的 不是只有财务上的布施 所以布施 持戒 还有修定 还有修定 这三者叫做三福行 那所以呢 这是 在我们的解释当中 这第二个就是 要能够 生得人天的这种乐果 就是要修三福行 那修了这人天的三福行呢 就要发愿生在佛陀前 有的人比方说 我不知道我下辈子 到底要到哪个世界去 那在宇宙当中 有无量无数的世界 只有一部分的世界 是有佛法的世界 我们总是要生在什么 有佛法的世界 所以呢 愿生佛陀前 有没有 生在有佛法的世界 才能够有机会继续学佛 来让我们的法生会命 得以怎样延续 不管是哪个世界都没有关系 主要是要生在什么 能够生逢佛事 见佛文法 能够与佛有缘 与法有缘 与无量学法的师长 道友有缘 这是不是很重要啊 能够有同参道友 有善知识 来继续地来指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怎样 学习 所以呢 我们说这些佛法呢 要透过熏习的方式 而且也透过广结善缘 来体会佛法 所以很多人说 在刚开始听闻佛法 好像都不懂 但是久了是不是就容易懂啊 久了就会懂 有的人可能听第一次第二次 到第三次越听越懂 是不是有这样的特质啊 所以不要怕不懂 就好像吃东西一样嘛 吃一碗不饱 吃两碗不饱 吃三碗就饱起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要有前面的不饱啊 才有后面的饱嘛 要前面的不懂 才有后面的懂 但是要持续 而不要被不懂所阻碍 要能够生信不疑 只要有善根都有机会 要能够坚持 要能够坚持 所以这个所谓的坚持 就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收获自然来 在耕耘当中 我不断地学习学习 熏习熏习 过程当中 所谓的收获就 我突然懂了 不是突然 其实也是累积过来的 是不是累积过来的 哎 那个收获是自然出现的 成熟了它就出现 不成熟呢 都是一个过程 都不过只是一种过程 所以呢 我们也说 在这个信愿上面 也唯愿三宝慈悲来设受 愿得生生世世 是见佛文法 见佛文法 生在有佛法的世界 有佛法的世界是非常重要 修人圣的正行 那就保证会不失人生 不因为有三恶道 所以我们就害怕 堕落 我们应该要知道如何不堕落嘛 对不对 才重要 而不是害怕 这种 无名的害怕是错误的 那其实我们说 如果我们理解整个 这个宇宙人生间的道理的时候 就不会害怕 就如同在学校 为了大家成绩好 所以设下了这个留级制度 不表示所有人都会留级啊 对不对 是离谱的人在留级嘛 对不对 我们只要不离谱 是不是就不会留级啊 做人就是做好人的本分嘛 尤其守五戒 对不对 守五戒就是获得人生的最好保证 守五戒行实善 由五戒而行实善 实善是不是也是透过五戒扩展出来的嘛 好 好 那在三伏行 首先就是什么 布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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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施 施施所获得的这个 施施 施施 好 就算三伏夜呢 佛陀还是从布施开始 六度万亨 是不是也是从布施啊 布施 波罗蜜 所以佛为众生先占布施福 因为透过布施才能够获得知具 那也因为我们获得知具 知生的这些器具啊 让我们生活无虑 生活安乐 是不是才有机会学佛 如果我们为了三餐要遭种 那就没有时间来怎样学佛嘛 所以保持学佛的这种 因缘福报的话 因缘的话就是要修福报 保持学佛的因缘 就得要修福报啊 那所以呢 这个 要让我们有基本的福报嘛 要有基本的福报 就是要修善因缘啊 所以 布施的这个福报 是永断贫穷根本的佛法 在第二段的最后 有没有 能够断除我们 这个投生在贫困地区 或者贫贫的地区的根本方法 布施 布施就非常重要 因为依着资具 要有生活上的基本 基本的这些 设备啦 财物啊 不一定很多 但是起码让我们 有余力来怎样学佛 而能够获得这些资具 而能够获得这些资具 的基本 是不是就是从布施来的 其实是从布施来的 所以也都依于往昔的布施 才拥有今生的福报 那我们今生 是不是也要继续布施 来让我们来生 也一样 这个有福报 来学佛 所以佛陀呢 就是先看清楚了 物资的受用 是很重要的 建立在人间和乐 而且这种出世圣法的一种根本上头 所以布施修福报 是很重要的 那如何的布施呢 以舍以利 施是以舍以利 用舍心 对我们自己拥有的 拥有的物资呢 不是只有占为己有 而是要能够把它 怎样分散出去啊 我们自己因为有资具 而受到安乐 我们要想到其他的众生没有资具 是不是我们要让其他的众生 有机会安乐 所以把我们所拥有的资具 能够舍出去 舍出去 所以以舍 以舍心 能够布施出去 那么以利 是希望能够利益对方 是为了要利益对方 而不是为自己 有的人 有的人 布施 其实也是舍下我们的坚贪 那布施的动机 对象是谁呢 有悲 有敬别 有悲田跟敬田 悲田是属于观寡孤独 这个残肺疾病者 有一些悲苦的众生 那这是悲田 也就是慈善救济的事业 还有属于敬田 要恭敬父母师长 三宝 对父母的孝养 尊长的供奉 三宝的恭敬供养 这些是属于敬田 所以这是动机跟对象的差别 有悲田跟敬田 这些都是需要布施的 只不过敬田 我们可能用供养的方式 好 那布施的功德的 那个圣列来说的话呢 有三件事情 心 田 事不同 有没有 心 主要是布施者的心 心量的问题 田呢 是对象 就像刚才讲的 有悲田 有敬田嘛 对象 还有呢 中间的 由布施者 给对象当中的什么 东西 物品 叫做事 叫做事 那那个是 到底是多还是寡 是好还是货 就是说是这个 是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是最 应该说是最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以心 田 事 来讲的话 哪一件事情最重要啊 心 心量大 功德就大 心量小 功德就小 如果只是为自己 功德小 心量大的话呢 那么不在于布施的东西本身 不是东西的问题 而是布施者的心量 所以在地藏经也有 布施 较量布施功德品里头也讲 同样布施 有一声受福 有三声受福 有十声百声千声受福 的关键在什么 布施者的心 布施者的心 那布施者的心 纵然有大有小 还有呢 无量 透过信空 它是不是就无量了 所以叫做三轮体空 有没有 三轮体空的那个量更大 透过智慧 布施也能够波罗蜜嘛 对不对 当然那个是在 在菩萨的布施 叫做布施波罗蜜 三轮体空 如果在仁天圣来讲的话 因为还只是世间法的布施呢 就还不到三轮体空的程度 不过在这三件事情来讲 最大的关键还是在布施者的心量 好 这样理解吧 好 那请问各位 我们供养佛陀的心 跟佛陀去 养一 就是说拿食物去喂一只狗的心 的功德哪一个大 我们供养佛陀的心 跟佛陀 拿东西去 也是布施给一只狗 有没有 哪一个功德大 第一个大 还是后面讲的大 佛陀 佛陀 养 拿东西给一只狗的 功德大 为什么 因为佛陀的心量 无限无量 我们的心量是不是还有限 虽然我们说 我们的对象田 是佛陀 对不对 是敬田 对不对 是敬田 但是关键还是在心 在布施者本身 这样理解吗 不在于田 也不在于东西 而在于什么 心 这样理解吗 就是看布施者的心 佛陀的心 是不是最大的 佛陀的心是最大最大的 所以佛法还是以心为重 那我们说 供养佛陀的功德都不够大 那当然不够大了 所以才要学习嘛 对不对 越下面的功德越少 越小嘛 佛陀都已经是圆满了 当然他功德必然是大的 这样能理解吗 那么我们凡夫就是要透过学习 而逐渐能够怎样提升 好 那布施 要如法施 就是说在动机对象事物来说的话 一定要如法施 好 那有七件事情是要避免的 才叫做如法施 好 第一个呢叫做随制 就是已经逼迫到门上来了 募款 已经逼着说 你一定要捐款 迫不得已 面子问题 所以我来布施 那这样功德 这样子的布施功德是不大的 不是如法的 不是如法的 应该要欢喜 是应该要怎样 智相应 欢喜的 乃至无形 是不是更好 自动自发的 不是逼迫的 不是逼迫的 那 因为 为了自己的面子问题 勉强去做 心痛不已 疼在心里 那这样的布施功德是不是也 也不如法 并不如法 第二个呢 布 布呢就是恐怖 害怕 发现自己的财产 权位 生命极极 难以保持 所以呢 为了自己 而去怎样布施 想要消灾解惑 征服严寿 当然 这个是我们刚开始 是难免如此 但是 我们说 这个 修行是不是也要提升啊 不要只有停顿在 本来为自己 为家人 乃至 要能够 这个 没有界限的 那当然这个是 我们难免也是 害怕 失掉这一切 所以想要修一些功德 慢慢的 让这种布施呢 为自己的心慢慢降低 有没有 那个善业就会更强 不然的话 为了自己 是不是难免跟 那个烦恼会结合啊 对不对 上两堂课不是讲 善跟恶 善是无我的 恶是什么 有我 以自我为出发 他才会恐怖害怕嘛 如果我们还是接受这一切 然后布施的很清静 是为众生 是为众生 而布施 那功德就更大 同样在布施喔 还有呢 报 这个报恩的心 就等于好像去 还债一样 因为受了人家的恩惠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种 偿还的心 那个就不叫布施的心 这个都还不合标准 那当然我们难免如此 只是说 那稍微要改变心态 就是觉得说 我是 等于是我愿意来怎样 利益对方的 终然他不一定讨得了 讨得了这个债 但是这个也是我应该还的 乃至希望能够对他是有好处的 能够 因为这种财富本身 本来就是无有定法的 或许以前他有能力帮助我 这个时候说不定他需要帮助了 我们更是要去怎样 要去回报 乃至是一种布施供养的心更好 还有呢就是求报 求报 所以回报求报呢 都有所求 那求报呢就是 我过去对你好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回报给我 那是不是都是一种 好像一种债务的关系 不管回报求报 其实都是一个债务的关系 这样子是不如法的 比较不如法 第五个呢 习仙 就是父母都这样子交代 或者传 传布下来 我们也常碰到这样子 父母交代 我每年一定要来 那也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这样子很可惜啦 明明你做这些事情 可以获得很大的福报 因为无知嘛 反正父母交代 我就来做 那那个福报很小 很可惜 如果我们能够懂一些的话呢 同样的动作 但是心态不一样 是不是就不一样啦 因为关键在什么 在心 在心 而不是在那个东西本身 所以习仙也是 还有西天 就是想要求得天神的喜悦 来保佑 是不是也是有所求的心啊 第七个呢 就是要名孤名钓鱼 还是为自己 所以所谓的不如法 就是为自己就不如法 为大众 为对方是如法的 站在利他的立场 所以布施呢 把它转化成利他 利他 是清净的 是善的 乃至我们的心量在更大一些 想到的是更多的众生 乃至于用波瑞来怎样 波罗蜜 信空 更是无限无量 更是无限无量 所以呢 所谓的布施的功德 有一声受福 有三声受福 有百声千声受福的差别 就在于什么 心量 心量的问题 还有就是要如法 如法的布施 所以这种如法的布施呢 或者 站在 对方的立场 是一种深切的悲净心 就算是悲心 恭敬心呢 都要深 深也就是跟法意能够相应 是不是也是至相应的 至相应才能够做 才能够如法布施 做如法的布施 这个等于是更深的 更高的一个标准 一般的布施 没有这么高标准 不如法也是一种布施 也是多少有点利益 有点福报 只不过希望这个福报 更是能够长久 好 那我们在堂课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